谁也没想到星期天没罢免掉的谢国良 会在星期二的时候 变成了柯文哲随身谍最大的破口 我觉得黄国昌在发表说 不同意罢免谢国良言论的时候 一定没想到这随身谍里面会有谢国良的角色 这个喊了这么久的科幻小说 就在谢国良一句话说 大致上是这样之后 逐步被人家发现有真实的成分在了 所以以后科幻小说可能会变成科幻小说的简称 柯文哲犯罪的小说的简称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到底1500是时间还是金额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清楚 要看黄国昌 到底柯文哲这党主席位置坐不坐得住 你要看黄国昌现在收拢小草的进度到哪里 如果黄国昌收拢小草的进度条已经超过9成 那切割柯文哲的日子就近了 如果黄国昌收拢小草的进度条只有5成 那他就会继续挺柯文哲 他挺柯文哲的力道 会跟他收拢小草的指数会成反比 他要透过柯P当中介去掌握民众党的党机器 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积极在参与活动 办活动并且去骂北俭的原因 可是你听他 他只有骂北俭说办案程序不公 他骂北俭压人取贡什么罗资罪名 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说 他以政治生命为柯文哲的清白挂保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万一到时候起诉或有罪 届时他假如已经掌握了民众党的党机器 同样一句话我认识的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局就结束了 现在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靖周刊 昨天他们又被黄国昌民众党骂 然后靖周刊他们就回了一个声明 就讲说当科幻小说成真 你妈妈科幻小说跟你说真的有贏 就是真的 包括刚刚讲说谢国梁那个200有没有 200是莫名的能电吗 不是200是钱 那讲到钱的部分 我昨天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跟大家讲说 在那个账目上面 其实已经是2520万了 2520万是在灯载在那个USB上面的 那个1500500300200这一些 那我请教阿苗 好当科幻小说成真 那现在问题是 你这些钱 到底是什么人要落地那堆 是党部呢 是柯文哲呢 是李文中吗 还是谁收走了这些钱 然后因为其实这个过程间 有一段对话的内容 大家想这样 柯文哲高代举止啊 然后跟他讲说 400万你要把钱顾好 然后还说可以再去党部搬钱 大家就觉得很存疑说 党部怎么会有钱 那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那个去党部搬钱 有一个说法说 可能只是暗号而已啦 可能只是暗号 党部搬钱是指什么意思 然后但是呢 不是叫你去党部 你可能是叫你去别的 他们暗号中的一个地点 去拿钱 那假设呢 这一些钱 真的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独断独行 政最大 我其他人都不知道吗 那如果其他人知道 有参与 这事情越大条 这个政治在台湾 是变化很快的 谁也没想到 星期天没罢免掉的谢国良 会在星期二的时候 变成了柯文哲水声碟最大的破口 我觉得黄国昌在发表说 不同意罢免谢国良言论的时候 一定没想到 这水声碟里面 会有谢国良的角色 这个喊了这么久的科幻小说 就在谢国良一句话说 大致上是这样之后 逐步被人家发现 有真实的成分在了 所以以后科幻小说 可能会变成科幻小说的简称 柯文哲犯罪的小说 的简称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到底1500是时间还是金额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清楚 尤其是前一波约谈 横跨南北 横跨黑白的这些 所有的人里面 为什么他们会被卷入 为什么他们会辩证人 其实重点很简单 就是检方现在一定正在厘清说 审庆经小省1500到底是柯文哲 说的时间还是其实他是数字 他要用其他的佐证来证明说 你看在这个档案里面 其他写名字的人旁边都是金额 所以审庆经那个不可能只有他 那个是时间嘛 不然谢国良200就会变成谢国良 凌晨两点 那这个就很奇怪 你约在凌晨两点 那就他们要吃宵夜 肚子饿了 如果说有什么王董啊 什么董啊 300凌晨三点 听起来很嗨 这听起来就不对劲 蹦低蹦低都可以下去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大家要看懂的是 其实减联的重点 还是放在金华城 只是因为什么 可能因为包括柯文哲 包括审庆经 到现在这两个人呢 还在运用这个赛局困境 这个囚徒困境的做法 就是坚持都不认 所以他必须要去堆叠 其他的东西 来去说这两个被告 其实是说谎 证明这两个被告是说谎 那现在回过头来 刚才讲说 那如果说真的有现金 这些现金在哪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说 包括非核心发言人吴宜轩 甚至包括比较核心的战狼 陈志涵 或是包括了甚至新加入的战将 黄国昌可能实际上 也都不知道钱在哪里 因为我们看台湾民众党的帐上 有什么 帐上有威京集团七颗粉的210万 但是这210万 现在已经有人承认说 那个是审庆经拿给他 叫他捐的是人头 那剩下的其他的有没有出现 比如说民众党政治现金 柯文的政治现金 有没有出现谢国良200万 或是谢国良的长辈200万在里面 好像都没看到 是问题来了 那请问谢国良200去哪里了 谢国良200去哪里了 这为什么要厘清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他只是最单纯 柯文则拿到之后 把案砍下来 变成主席手中握有的现金 那这在违反政治现金法 因为你没有把它存入专户 这比较轻哦 这叫做什么 这只是叫做罚还 行政罚还而已 那我如果是民众党 我的党主席那一笔钱的资金 应该是要给我党运用 我不能提告他侵占吗 可以啊 所以背信罪就是这样的 重点来了 现在民众党主席还是谁 柯文哲 所以党主席柯文哲 不会提告党主席柯文哲侵占 这就是为什么 柯文哲他要请假 但不是辞职的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换了一个人 搞不好黄国昌 在铁面无私 我认识的柯文哲 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们深感痛心 我们会寻司法途径解决 哇那怎么得了啊 柯文哲就要被追究说 政治现金怎么没被存到 专户里面去了 所以柯文哲要守住 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避免说他被民众党来追究 这个怎么政治现金 没存专户的责任 民众党如果是一个 有制度的政党的话 不能把党主席赶下去吗 这党主席已经做成这个样子 不能把他赶走吗 他们快要改选了 快要改选了 快要改选了 但是 对那个Z9一直点头 对 所以Z9要发出第一炮 Z9可以参选党主席 可以啊 那是党员啊 没有要调查过 重点是要看什么 重点是要看黄国昌 到底柯文哲这党主席位置 坐不坐得住 你要看黄国昌 现在收拢小草的进度到哪里 如果黄国昌 收拢小草的进度条 已经超过九成 那切割柯文哲的日子就近了 如果黄国昌 收拢小草的进度条 只有五成 那他就继续挺柯文哲 他挺柯文哲的力道 会跟他收拢小草的指数 会成反比 他要透过柯P当中介 去掌握民众党的党机器 和每年一亿五千万 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积极 在参与活动办活动 并且去骂北俭的原因 可是你听他 他只有骂北俭说办案程序不公 他骂北俭压人取共什么罗兹罪名 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说 他以政治生命 为柯文哲的清白挂保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万一到时候起诉或有罪 届时他假如已经掌握了 民众党的党机器 同样一句话 我认识的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局就结束了 割袍断意 对啊 因为还可以树立他的正义形象 所以其实这两百万 谢国良的家里长辈这两百万 跑到柯文哲那边去之后 他有可能去向哪 还有可能去向基金会 还有可能去向木可公司 还有可能去向 搞不好还会在哪里买房产 谁知道 对不对 柯文哲的财产清澈到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追查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一直讲举止 因为他看似是比陈志涵 比李文忠都还要核心的人 举止跟他到处跑 私人的托 逃出影员唱歌也都可以跑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现在剪掉 最希望温情喊话 劝他回来好好说明的人 我就看一下